福渊爱 这位在中国曾经人气最高的日本体育运动员 如今已经从过去妥妥的人生玩家 变成了如今的日本媒体眼中的不伦一人 并且还高居榜首 这样的落差 相信不仅是福渊爱自己 就是支持喜欢她的粉丝都难以接受 毕竟这位曾经在日本乒乓球衣姐 给人的感觉一直都是可爱清纯 有着很不错的颜值 再加上她长期在中国训练比赛生活 她的形象在国人心里一直都是非常不错的 很多不喜欢乒乓球的都成为了她的粉丝 然而进入到2021年 福渊爱的这个人设直接崩盘 事情的缘由则是来自于 她与中国台湾乒乓球运动员江洪杰之间的婚姻问题 只是关注福渊爱的球迷朋友 都知道福渊爱在退役后嫁给了江洪杰 成为了一名真正的中国媳妇 有了这个身份后 福渊爱在中国的人气更枉了 而她与江洪杰的婚姻在外界看来 确实是非常恩爱 婚后不久 他们便有了一对可爱的儿女 并且福渊爱还将自己在日本独居的母亲也接到了台湾 生活在一起 可以说 至少从外界来看 这是非常和谐 幸福美满 让很多人羡慕的一对夫妻 但让大家大跌眼镜的是 两人的婚姻竟然发展到现在 成为了一个闹剧 先是两人被传出婚变的消息 虽然两人都在公开场合极力否认 但是日本媒体的一则爆料 还是将这段婚姻最真实的一面呈现给了大家 独居日本的福渊爱被日本媒体拍到 与高大帅气的男士甜蜜相约 并且还一同入住酒店 虽然事后福渊爱坚持表示自己并没有与这名男子同房 但是仪式婚内出轨的这个情况还是存在的 所以这对夫妻的婚姻因为这一件事发酵 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和好的可能 因此江洪杰向法院提交了肃请 也就是意料中的事情 其实离婚对于江洪杰来说 绝对是赢家 福渊爱因为在婚姻道德上的一些问题 在争夺孩子抚养权等方面都处于被动的一方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大众认为福渊爱在离婚官司中 将处于劣势的时候 日本媒体曝光了福渊爱的最新动态 表明福渊爱手中握有秘密武器 一旦公开 他的劣势很有可能就此消失 而江洪杰的大麻烦就来了 那么他的这个秘密武器是什么呢 据日本媒体透露 这是一本详细记载着江洪杰一家 对他进行言语霸凌的笔记 这个消息已经传出 确实让人有些意外 毕竟福渊爱此前的人设 一直是温柔 可爱 贤惠 单纯等 而在他与江洪杰结婚后 直到这次婚变之前 他对外是大秀恩爱 经常在社交平台发布图文 显示爱意和甜蜜 而如果他在一边秀恩爱的同时 又一边将言语霸凌详细记录在册 这确实给人很有心机的感觉 那么为何福渊爱会在 有言语霸凌的情况下 怎么做到一边对外秀恩爱 一边暗地里将这些记录在册的呢 这得需要什么样的心理才能做到啊 实际上 这个日媒的爆料若为真 也很好理解 福渊爱在此之前 给中国粉丝留下的印象非常好 这些美好的人设 也给他带来了商业利益最大化 而他与江洪杰的婚姻 若对外保持美满幸福 其利益才会源源不断 一旦出现不好的消息 自然结果就相反 所以 为何福渊爱在受到言语霸凌的情况下 还能同时修恩爱的最重要的原因 只能说这个原因太过于现实和残酷 但实际上 这也是他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不过 有点意外的是 在这次婚变事件里 似乎还未见到江洪杰家人 说过对福渊爱一方不利的话 这一点值得点赞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大反转 日媒曝光福渊爱离婚官司 最新动态 江洪杰麻烦大了 曾经 中国台湾乒乓球运动员江洪杰 与日本前乒乓球一节 服渊爱的热恋到走向婚姻 让很多人羡慕 并送上最真诚的祝福 这对体育界跨国婚姻典范 却在短短几年时间里 便走到了法庭间的地步 而在这起于今年年初 开始发酵的婚变事件中 毫无疑问 在中国国内 有着超高人气的服渊爱 是里面最大的输家 而其老公江洪杰 则正好相反 可以说是大赢家 不过 日本媒体的一则最新的爆料 让这里受到极大关注的离婚官司 有了极大反转的可能 目前 被公认的赢家江洪杰麻烦真的来了 进入到2021年 昔日恩爱有家的服渊爱 与江洪杰夫妻 便传出了婚变的消息 但双方均公开发声对此进行否认 不过 没过多久 独居日本的服渊爱 却被日本媒体派到 他与一高大帅气的男士在横滨约会 并入住同一家酒店 一事婚内出轨 虽然事情发生后 服渊爱站了出来 极力否认自己出轨 并表示自己只是与这位男士请教一下开公司的事情 并且虽然入住了同一酒店 但并未同房 很显然 这个理由并不被大众所接受 毕竟这个解释确实有些说不过去 也没有人相信 正是如此 这则称得上丑闻的事情 让原本有着青春可爱 不错人设的服渊爱的形象 一下子从日本国民口中的闺女 变成了几乎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一样的人物 服渊爱目前的境况确实非常不好 因为此事 他登上了日本媒体评选出的 布伦艺人榜的榜首 失去了原本可以解说东京奥运会的工作 失去了代言 失去了商业活动 最重要的是 失去了曾经的人设 这也让他在日本的经济收入 几乎完全失去了 近日 因为婚变事件 而人气俱增的江洪杰 在事业有了飞速发展的情况下 向服渊爱提出了离婚 并向法院提交诉请 在外界看来 这则离婚官司对于服渊爱是非常不利 因为疑似婚内出轨的丑陋行为 让服渊爱从一开始就处于被谴责 失礼的一方 此前曾有报道称 江洪杰要向服渊爱索赔 也就是说 这桩官司 服渊爱失去了可能会更多 包括孩子的抚养权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近日日本媒体曝光了服渊爱的秘密武器 这个武器很有可能会将此前的判断推翻 有利于服渊爱这一方 据日媒周刊女性透露 服渊爱想要离婚 也很想念孩子 准备于近期去台湾 并且表示 虽然现在的情况对服渊爱比较不利 但服渊爱每次受到江洪杰言语霸凌时 都会将过程详细写在一本笔记本上 这将成为他的秘密武器 真是服渊爱手里有这样的秘密武器 所以日本有律师指出 这本超详细的笔记本 若言语霸凌为实 根据日本民法 770条5号将被判为 无法继续维持婚姻的重大事由 这样一来 法院的判决就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 不过 这个言语霸凌若没有发生在孩子身上 那么对服渊权的判决 则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 此前服渊爱曾透露过媒体 公开表示过自己在江家受到霸凌 但并未受到大多数的同情和认可 反而认为这是服渊爱在说假话 在洗白自己 如今有了这个笔记本 此事或许又有了更多的反转